好 最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有关于这个吴振克的事情 我之前会要谈这个事情 当然是因为在纽约最近几天 为这个事情吵得不可开交 那这个事情本来就 本来是个联邦的事情 现在这个纽约市 我撑不住了 已经开始这个 开始骂了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 他已经开始骂了 先骂了个州长 纽约州基本上都是共和党这个州 对不起 民主党这个州 从头到尾都是民主党的州 当然过去也有共和党执政的时候 不过最近差不多将近十几年来 都是民主党当家 现在纽约市市长跟纽约州的州长 都是民主党 都是自己人 然后两院基本上也在 民主党的这个手里头 所以可以说是一党独大 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后如果说我不高兴的话 你都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不高兴 我们不必谈太多这个事情 你要帮我解决等等 这个是一个纽约市的 纽约市跟纽约州的 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政治氛围情况下 当然里头大家还有卡位 吵来吵去 有人为了下一届州长 为了下一届市长 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谈了 那么我们现在 今天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今天就在刚刚 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 纽约市的主地长 主地长就是管钱的 他管钱的意义就是说 你这个政府 你这个市政府 你说你有预算 对不对 你说你要花100块钱 那我们就来看 你这100块钱怎么花的 你如果花不对 我就出来报告 写报告就让大家知道说 你这个单位花钱歪掉了 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纽约主地长 这个办公室 这是全市来选举的 你等于说是市长的跳板 这个主地长如果干得好 然后天天有曝光 如果干得好 是可以当纽约市市长的 以前我们这边华人的 刘纯义 刘纯义 第一个华人市议员 刘纯义 他就当了主地长 他本来就是应该有机会 去当纽约市市长的 全世界第一大事的 所以这个主地长 这个报告就很重要 那么这个报告 这个主地长Landers 今天他就发了个报告 说什么 说你今天有一笔叫45亿了 将近快45亿的这个钱 你居然市政府包 就是这个人家包揽出去了 就是包工出去了 承包了给一家 一家叫Dr.Go Dr.Go 就是D.O.C. 然后G.O.这家公司 你把这个钱都给了 这个给了这个40多亿 你给了这个家公司 做什么呢 做有关无政客的这个吃住行 这些东西 还有他们这个房子啊 什么这些shelter啊 这些东西 你把这个钱都给了他们了 你就给他们了 这奇怪 你怎么会给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 这家公司是做那个 这个新冠检测的 他怎么能 他怎么能够有资格 有这个力量来做这些事情呢 他就开始怀疑这家公司 那你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背后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就执意这家公司 你可以拿到40亿的 这个这样子 这样子的这个钱 预算 等于说市政府 还有这个州政府 这个钱来做 所以他今天就把这个 他的从这个市政府的 是主机长这个立场 就把这个案子否决掉了 但是市长亚当斯 他可以 他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继续签了 这是第一 他也可以退回 退回说 你们重来一遍 重来一遍 你重新招标 看哪个标号 或哪一家适合 再这样子 再重新上来 我再签 他可以走这样子的 这个新闻公文程序 再来一套 现在这个中间还没有结果 还不知道今天这个市长 做什么决定 但是主机长已经开炮了 所以你这里头有问题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说这件事情 近日有很多油水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 根据纽约邮报报报道 这个Dr.Go 这家公司的CEO 他在写给员工的 这个信函里头 还有就是说什么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说这是一笔好生意 未来还有很多的生意会进来 那主机长就说 你把这个当什么 你把这个当做是个赚钱生意吗 我们本来这个吴正克 这个事情是莫名其妙跑进来的 你现在把它当这个摇钱树 他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好了 那我们就回到说 这个吴正克 现在到底搞成什么情况 搞成这个纽约市 跟纽约市政府 再加上纽约州政府 再加上白宫之间 搞得鸡飞狗跳 所以现在变成是一个情况 而且又涉及到 这个2024的这个选举 这个选举不一定是总统选举 但是涉及到这个国会 众愿这个席次的分配 那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纽约市 从纽约市本身来讲 他在去年开始 就开始接纳这些 这些吴正克了 那这些吴正克哪里来呢 是从这个美墨边界 这样跑进来的 那美墨边界怎么能够跑得进来呢 是因为这个 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呢 就把这个川普政府 本身要逐边墙啊 还有把他们送回第三国 重新等待 不能够直接进到美国 寻求政治庇护 他把这些班 川普的这些政策 全部给他改掉 都把他踢掉 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比较宽松的 这些吴正克都可以进到美国 进到美国之后 只要拿张一张票 拿到宣称 我是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 有遭到迫害 或者经济迫害 或政治迫害 所以我可以在美国 寻求政治庇护 所以呢 他们不但这样子 还给每一个人 进来的话 你还发个手机 手机里面还有一些下载的程序 你用手机下载程序呢 你就可以上网 像这个国安部下面的 这个有关这个单位 USCIS 你去登记 你说我已经申请 要政治庇护了 然后你就等了 然后到时候呢 会通知你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样子 就很多人都进来了 你知道 进来了上百万人进来 在去年 在今年二月份 都统计过上百万人进来 这些人进来之后 到哪里去不知道 反正有人有手机 还有一些不知道 还有多少人进来的 这些一对人都出来了 那么进来的人什么情况 那这些州边界州 譬如说亚利桑那州跟德州 他们州长说 这两个共和党的州 就让我们受不了了 你今天来这么多人 我们去哪里 要吃要住 要安排这些事情 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想做个办法 想做个办法 就把它送给 美国内部的 这个所谓庇护城市 有一个Century City 就叫庇护城 这个庇护城市 这当然是民主党为主的 也是移民比较多的 移民比较多的 他们通过移民的 这个所谓庇护法 这个庇护法已经规定了 你不能违背了 你任何州长 任何市长都要遵守 就是说像芝加哥 纽约市 还有底特利 还有像华盛顿 华府 你都要遵守 就是这些这种 我们现在叫吴政科 吴政科来的话 你就要给他基本的吃住 还有基本的 这个人道待遇 然后他们自己想办法 怎么样去打这个官司 这个移民官司 什么这些事情等等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制度在里头的 所以呢 那这个州长就说 好吧 你们既然有这样的制度 那我们就往你这边送 我这边受不了了 你这州长去跟白宫讲说 你不能再这样了 你要把这个门关起来 不然我们这边人 天天进来 我们受不了 那白宫现在是 共和民主党 民主党的掌控 他在不会跟你这个 而且白宫自己本身 就是拜登自己本身 有背后的这些所谓进步派 或者是左派的这些议员 压着他 你不能够 你就是等于说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 你要给这些人帮助跟协助 你不能动用这个 动用部队去把这个边防关住 什么关起来 所以一大堆这些事情 所以拜登基本上 就让他门开着 门就一直开着 你就带他进来 这样子 那有很多人 包括你能不能想象到的一些国家 包括印度都 印度人都跑过来 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 去寻求庇护 这都跑过来 当然他们有可能 受到里头 种姓制度的压迫等等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都进来 那么送来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就一巴士一巴士送过来 送来最多就是纽约市 纽约现在大概有十万人 不过州长 市长长大概就六万 六万人 他现在有六万人要照顾 六万人 就家庭 还有包括家庭 还有小孩 吃住 还有这些 食衣住行 全部弄完之后 还有预热 还有教育 还有两万多 现在我们知道 昨天大概有两万多的小孩子 要上学 那上哪个学校呢 当然就上纽约市的 这个公立学校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 很多公立学校里 都有些这种新同学进来了 那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住的 还有这种吃的 还有停车的地方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 包括纽约市政府来照顾 纽约市政府现在 因为这个事情 大概花了二十多亿了 二十多亿下去了 那现在他也再也受不了 因为人越来越多 会受不了 所以亚当斯本来是很开心 我们是人道主义 纽约市自由女神 站在前面 我们在上个世纪之前 我们就已经收留了 将近两百多万的 各地来的移民 难民 所以自由女神 是象征自由 象征融合的一个象征 所以那个时候 他讲的话 就讲得很大声 其实我们作为新移民 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作为新移民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是欢迎这些人 能够吃能够住 但是你尽你的能力 来做这个事情 万一搞到最后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的话 那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有点过头了 你自己都吃不了 做不了 那现在不是所谓 完全说吃不了 住不了的问题 是说很多这些老的移民 不光是我们这些新移民 基本上对于这种 源源不断而来的 这些无政客 要住到自己的邻居 住到自己的隔壁 住到自己的学校 住到自己学校的体育馆 已经开始觉得 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原来讲实在话 大家认为 就这个事情事不关己 你就摆在那种 摆在那种这种 原来已经 本来是收容所的 你就摆在收容所 你就不要再扩大就行了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显然不行了 就不断收人这么多 所以这个市长家 当时自己讲 就是说你要我怎么办 我也知道 我也不能把它放到 这个士丹岛 全那个岛就是 比较白人多的了 比较这个 这个怎么讲 这个residential 住户比较多的 他说我也知道 我也不能摆在那边去 你要我把它摆到布朗市 南部布朗市吗 他们也不答应啊 就让他自己本身 这个市长讲实在话 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每天都在这个 这边要开 要开这个庇护所 那边要开这个庇护所 有时候都把它 这个监狱都要拿来改建 那事实上 已经有亲到这个华府了 这个纽约州的 纽约市这个华府 华府旁边 有一个叫MCC的 就Mentropology Mentropology Correction Center 我们叫MCC 基本上就是联邦 用来关犯人的 不是长期关的 就是你有案子 在那边拘押一阵子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联邦的重刑犯 重刑犯 他就在中国城的旁边 那这个想要把这个 这个MCC把它关掉 关掉 基本上关掉 现在关掉这个MCC呢 把它改变成一个收容所 那这个华府的人就惊呆了 这糟糕 你现在把这些游民 放到我们旁边 放我们家 那走路不要五分钟就到了 那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这边这个反对的声量 都出来等等 所以这个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那各地人在到地方来塞人 那么最近呢 这个纽约市市长 这个亚当斯就不高兴了 他说你到底没有人在帮我 所以他跟这个州长 州长这个霍库 这个霍楚女士 两个人基本上就叫骂起来 他说你这个人要帮我的忙啊 这个我们纽约市已经塞不了这么多人 你现在要开放 往上州塞 纽约总共有62个郡 那等于说62个县 我们这个纽约市是其中一个县 其中一个县里头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还要把它 这个其他的几个县 我们都有考虑了 但是现在还是不够啊 或者当地也有阻力啊 你是不是想办法把上州 上州其他的几个县也开放呢 这个对州长来讲就很麻烦了 哇 你要把游民送到那边去 那当地老百姓反对我 那我下次不是不要选了吗 所以他自己有选民的考虑啊 因为上州讲实在话 白人比较多 然后这个中上阶级 中产阶级的也比较多等等 那势必敌此反对 像这个市长本来就要把一些人 送到离纽约大概40分钟 40里左右的啊 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些地方去送 那当地的这个 当地的行政官员 还有议员就很反对了 军民也反对了 好好好 我们收一点收一点 那你不能再送了 不能再送了 话就这么说 可是继续在送啊 那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情况就让这个 这个州长就很麻烦了 州长听了这个话怎么办 所以州长这个活活 听了这个话 就跑到这个 跑到白宫去了 他去找这个 找白宫 找这个拜登去求救了 好 那拜登怎么办 拜登就派了一个 这个什么 什么知识的行政官员 事实上应该就是前任的 劳工部长 Paris 这个是原来在这个 欧巴马 这个总统任内 做这个劳工部长的 这一个人 等于是民主党的大佬 极了人物 出来跟这个活活活 谈 这个跟州长谈 好 最后谈出个结果 什么东西 好好 我们现在赶快想办法 通过这些人的工作许可 工作许可 这些工作许可 让他们可以马上就出去做事 做事的话 你就有钱拿 有钱拿的话 他们就可以脱离 这个市政府 或者是州政府 如果有的话 这样子的补助系统 这样讲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在8月30号 这个州长就跑到 华府去 去请救兵去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第二天 第二天我们就看到 白宫说好没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通知了 所以在8月31号到9月1号 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这个节目完没多久 就说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所有进到美国的 这些所谓 这个无政客 无政客 你拿到手机 无政客 而且你拿到手机了嘛 就表示你可以登陆了 一个政批 政批的这个系统 就是你已经政治 已经正式进入了美国 申请政治庇护的这个系统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法律系统里头来了 那么进去之后呢 他还没有批评 你能不能够政治庇护 或者过的这个还久了 起码要等到三年以上 才会批到你轮到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已经入案了 入案之后呢 他现在就回家 他昨天就是31号的时候 他就发出个手机通知了 说你现在是已经进来了 好了 你是属于我们系统的 Pro系统 保释系统 因为你进来之后 你就保释出去了 叫你回来 你就回来 就是出庭这些事情 你现在保释系统了 但是现在我提醒你 你可以申请工作许可了 所以这个手机不用出去了 在美国这边 你只要进来申请政治庇护 拿到手机的人 你就开始去申请 这个工作许可 这个Working Permit 你拿了Permit 这个火锅说好了 好了 围棋一个月 围棋一个月 然后支队纽约市跟纽约州 纽约市跟纽约州 你们可以去 在你们这边的这个 吴正俄可以去申请这个工作 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等于说看起来 现在你如果前天再看到 就是说 这个有人出去示威了 要加速 要尽快地 把这个Working Permit的这个工作 能够许可 时间缩短 然后大家可以拿到 很快出去这个系统 那这个东西就已经 等于说跑到白宫去 喊救兵去了 那照理讲这个事情 这问题在哪里 这问题是在白宫的 现在的这个移民政策 那白宫的移民政策 它是受到其他地区的 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抵押 包括当然美国 纽约州跟纽约市的 这些民主党的议员 当然也有给白宫压力 就是你要多收移民 你不能够这样 把他们赶出去 我们是属于人道主义国家 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在这个 拜登竞选总统之前 跟人家讲好的事情 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是 就是欧凯秀 欧凯秀是皇后渠这边 被认为是这个 左派名誉之星 这个欧凯秀当选的时候 刚刚几乎跟这个 拜登同时当选 那他那个时候 跟这个川普的时候当选 对不起 那那个时候 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千天三天两头 就跑到边界去 然后在那边开记者会 说你看这些 这些无政客 受到川普政策的 什么样的待遇 拆散家庭 这个小孩子没有饭吃 被关在那边 父母找不到小孩 然后你看被边境官员 用马鞭鞭他们 他在天天就在开记者会 等于说是在批评 直接就是批评 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但是现在 他对拜登 整个移民边界的事情 不光是他 整个主流媒体 对于边界那边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基本上是不闻不问 也没有出声批评 纽约时报在不久前 就是两个礼拜前 去访问这个欧凯秀的时候 就问他这个时候 你觉得现在怎么样 第一第二 你怎么都没有去边界看一下呢 纽约时报已经算是 左派的媒体了 现在左媒了 自由派的媒体了 他都问这个话 也表示是说 这个自由派媒体 基本上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但我们不好出来讲话 我们又不想得罪什么人 你们要出来讲话 我们去报道 但是欧凯秀说 有机会我会去 有机会我会去 他真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 如果在拜登政府 在川普政府的话 他早就跑去那边 去骂川普去了 然后问他说 这个问题 你怎么解决呢 然后欧凯秀说 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 有各方面的政治问题在一起 这个问题还要你讲 每个人都知道跟政治有关 那你是政治人物 你是政客 你的工作就是要解决 这些政治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地方上 大家都不愿意去批评 美国这边主流 就不愿意去批评 拜登政府这些做法 所以纽约市市长 在这边基本上 已经基本上尽力了 你还能够再装多少人 你再把人装下去的话 这个市长也不要选了 因为这些 这些其他这些 这个纽约市的居民 他基本上 他认为都是 我们做到该做的 我们没有办法再容纳 这么多人进来了 你学校 吃饭 教育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这里头就是 就是纽约市来讲 就是一个地方政府 他已经受不了 他就向州去挑救兵 州也不敢做什么事情 你怕你到别的地方去 那你再忘手之后 到白宫去了 白宫就给你个什么办法 就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 你赶快去把这些 这个工作许可发出来 听说你们纽约也缺工 对不对 你看这刚好 我现在就一个月的时间 让你们这些 无证移民 可以去申请工作 这样子的不是很好吗 所以这个白宫 基本上这个做法 就把这个事情 就这样子给它抹掉 抹掉会有结果吗 当然不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的移民 还不断进来 还是到了德州 跟到这个 亚利桑那州 他们还是要往外送 那送到哪里呢 不是还是送到纽约吗 所以这个基本上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往下走到今年 到9月份的问题 本来亚当斯 希望拜登政府宣布 9月底宣布什么事情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我纽约市不行了 我联邦也不行了 你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拜登怎么可能 做这个事情呢 他如果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是一个危险状态 就表示他这个边界政策 是垮掉的 这个边界政策是错误的 他不可能在大选的时候 做这件事情 那说到大选 假定说 这个纽约市现在这个情况 要往外 往纽约上周 这种看起来 这个平安宁静 快乐阳光的这种小镇 他们要把这个 这个无证营塞过去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议员 包括国会议员就慌了 这样的话 我们本来看起来 很和谐 很太平 怎么突然冒出来 这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呢 所以他们也慌了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 在纽约上周第十八选区吧 这几个叫做 叫做叫做 叫做一个 一个Ryan 这个这个民主党的选举 选举 他本来是中党的 这个跟民主党站在一起的 可是这个他也吓坏了 他这样怎么办呢 这个我是首当其冲 因为从纽约州 纽约约市 开车大概将近两个多钟头吧 就到他那个地方去了 那他也很担心 你把这些人都送来 我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就跟这个 周围另外两个 共和党的众议员 他等于跨党跟大家联合 我们三个人 你看两党嘛 有民主党有你共和党 我们赶快写信 要求白宫 要求这个国安部 能够提出一些办法出来 是不是这个事情 不要再延续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呢 事实上这个事情 是让众院很担心 我们知道现在众院 就是联邦的众院 国会众院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基本上不相上下 但是共和党大概占八席 多了八席左右 那么这个八席 在明年2024的选举 很可能就会增加 就会翻过来 为什么呢 我们总统选举 我们先不管 参议院选举 我们也不管 你就管 这个小选区的 这个国会选区 假定这些地方 这些像纽约州 这个地方 这些本来是民主党的 这些国会众议员 现在被这个 被这个吴政客的事情 搞得很害怕 然后选民就会担心 说你们 你这个我选你出来 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那干脆你下台好了 我换一个人上来 把民主党的人全部赶下去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别的州 也有类似的问题的情况下 大家串联在一起 就把你这些民主党的 这些议员全部赶下去了 然后换什么 换这个共和党上来 这样子一来的话 就变成共和党在这个 就延续共和党 在众院的这个主导权了 这个主导权的意思 说明什么 就很多选票 很多这个重要的议案 我根本不要跟你民主党商量了 我现在就通过就没有问题了 我多数可以通过 这样子一来的话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拜登 假定他的弹劾案 还有一些这种狗皮捞招的事情 那就更麻烦 就会追杀到底了 他就根本不管共和党 民主党的这个颜色了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议题 议题 虽然影响不到总统选举 但是你也很难说 很难说 因为这个边界政策 到现在为止 等于说是这个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都无法收拾的情况下 那可能变成 生成变一个全美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这样子来讲 是一个全美问题 但是你联邦 白宫你能够解决 你就赶快解决吧 你就趁机把这个事情 拖到2024以后再说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以纽约 这个吴正克这个情况来讲 这个纽约市已经受不了了 向纽约州去喊求救兵 纽约州呢 就向联邦 向白宫去喊救兵 联邦今天就给纽约市 纽约州提出一个 提出一个这个一日 一日药单 你就一个月吃完再说 再看 所以基本上当然 这不是一个 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间的问题 还是在一个 这个整个的联邦的移民政策 可是联邦移民政策 就是卡在两党之间 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 就觉得这个事情 不能够这样的搞法的 但是你要修改这个法 也没有容易 那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 真正的问题就是说 今天你拜登政府 能够网开一面 有一个月的通融期 让大家赶快去申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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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让很多很多 这些还在排队的人 还在等的人 不是觉得很无辜吗 我规规矩矩的手法 那就我要排到什么时候 这是第一 第二 那那些还没有进来的 还在中南美徘徊的 还在路上走路的人 听到这个消息 不是说什么 赶快来 赶快来 尽量来 没有人 赶快通知 家里的人全部通知 那不鼓励更多的这些人 进到美国 在寻求政治庇护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 这结果到底是 这个总统做的是什么意思 这民主党本身监督他 或者自己同志党 到底监督他 到底有什么意思在里头呢 所以这个等于是说 会情况是未来越来越恶化 而拿不出一个实质的办法 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